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她的心里有烂土 她的世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愿意靠着主的恩典 继续来思想学习和神心意的家庭 和神心意的家庭 那我相信弟兄姊妹还记得 我们说过一个家庭 和不和神心意 就必须根据神设立家庭的目的 来做一个标准来衡量 那我们今天继续往前面看 这个神他有了这个目的 那么在他设立家庭的过程中间 到底神有哪一些的教训 要告诉我们呢 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 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那人是亚当 那个时候还没有下挖 亚当是男人 男人独居不好 这是神说的 神从来没有说过 女人独居不好 神在新约圣经里面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如果在这样子一个苦难的世代 这个艰难的世代里面 能够守独生 是特别的恩典 这是对着姊妹说的 弟兄 还要按照旧约的这一句话 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弟兄 除非除非神有特别的带领 还是应该结婚 可是姐妹 千万千万不要随便结婚 有一位传道人 他说了一句名言 我觉得非常宝贵 他说一个女人 没有结婚 到了相当的年龄的时候 十分的辛苦 但是一个女人 结了婚以后呢 那就注定十二万分苦 在婚姻的中间 女人所要付的代价 所要受的辛苦 所要受的折磨 那真是难以形容 这是为什么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因为神把建立家世的责任 托给一个智慧的妇人 所以她是要付很大的代价 真不容易 我常常劝年轻的姐妹 包括我自己的女儿 我常常劝她们一件事 不要找苦吃 除非神真的是要把你许配给这个男人 不要为着孤单 不要为着早伴 不要为着有孩子 而进入婚姻 因为注定受苦 如果神没有叫你进去 你要进去 那是加倍受苦 坦白告诉你 神创造婚姻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亚当太孤单 他需要一个伴 如果亚当真的需要一个伴 弟兄姊妹 亚当 神应该叫亚当说 找一条狗做伴 比较好 我希望姐妹 你听到我讲这句话 不要生气 我不是说女人比不上狗 但是我说如果做伴的话 狗绝对比女人要好 我小的时候养过狗 我很有这个经验 我放学回到家里 这狗一定赶快跑出来 跟我玩 要亲我 要我抱他 我心情好 当然跟他玩 摸他抱他亲他 如果我那天心情很坏呢 我可能是个很坏的人 我可能看着狗跑 不要吵 踢他一脚 这个狗会怎么样 如果我发了脾气 他满腔的爱情向我倾诉 我向他发脾气 他就乖乖一个人坐在旁边 用那个很可怜的眼光来看我 然后他一直在等到我 什么时候说 过来 他又赶快跑过来亲我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开玩笑 我说你下次回家 对你老婆试试看 如果你老婆跑过来 你给他一巴掌 踢他一脚 你看他会怎么样对你 你还希望他坐在那里 嗯嗯嗯 恐怕他是他把你打的坐在那里 嗯嗯嗯哦 如果你惹他生气 你想说 我现在心情好了 过来 你看他过来不过来 可能茶杯过来 不是他过来 照办啊 狗比人好 你晚下班回家没有打电话 狗绝对不会生气的 你老婆肯定要生气的 人结婚不是为了早饭 有的人说 我希望我有自己的孩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告诉你 一个人活在地上 在我们一生中 会给我们生命中 带来最深痛苦的 就是我们的孩子 知道吗 而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没有把他 带到主的面前 他跟我们的关系 几十年过了就没有了 一个聪明的人 如果主给你恩典 你是要在神的国度中 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孩子 你把许多的人 带到基督的面前 让他们在神的恩典中长大 你今生在地上 从他们身上 所享受的喜乐满足 保证远远超过你亲生的儿女 你将来在永恒中 所得的荣耀 那更是无法比喻的 我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 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 叫庙学里 庙叔叔 他很爱我 帮助 带领我 把我当作他自己的儿子 一直到现在 他一直是我生命中很大的祝福 我每一次有机会去看他 他现在老了 身体也不好 退休了 住在加拿大 我有机会就去看他 每一次我看他 我们在一起聊天 可以聊好久好久 他心里面很多的话都愿意跟我说 我很多话也愿意跟他说 有的时候我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看他 因为我住在美国的东岸 他在加拿大的西岸实在很远 我有空会打电话给他 我们在电话中有很多的交谈 有一件事我很确定的 他没有一个他亲生的孩子 但是在我所有认识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人比他 享受儿女的爱更多 因为他有几十个 几百个像我这样子的孩子 全心全意地爱他 所以弟兄姊妹 你想要有自己的孩子 最好的方法不是去结婚 是爱主 然后在主里面 为主养一些爱主的孩子 你一生受用不尽 所以婚姻不是为着孤单 婚姻不是为着孩子 婚姻是要为着神的旨意 是要为着神的托付 弟兄姊妹 我们说过了 神要借着婚姻磨我们 成全我们 改变我们 你知道吗 有一些人呢 他天生的材料就很不好 所以这样的人呢 神就一定要把他摆在婚姻里面 好好的磨练锻炼 改变破碎对付 盼望有一天 把他做成主所喜欢的样子 但是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上帝喜欢这么人 其实如果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在主面前 有一个谦卑的心 有一个温柔的灵 我们对着圣灵 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就是甘心情愿的顺服 跟随爱主 其实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人生中 主不需要给我们太多的苦难 我们就可以变成像主耶稣 一样美丽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我每次碰到 很多单身的姐妹 我常常告诉他们说 一个最有福气的姐妹 是不需要经过婚姻 就可以有黄金 有珍珠 有宝石 建立在他生命中的姐妹 那些苦命的 没办法的 太不乖的 只好慢慢的磨吧 所以做姐妹的 请你记住 如果神没有给你预备婚姻 绝对不是上帝亏待你 绝对不是神把一个上好的福气 没有扣留下来 不给你 弟兄姊妹 你想一想 神既不爱惜他的独身爱子 神还会留下什么好处 不给世间爱他的人呢 如果您是一个爱主的人 而在你的生命中 婚姻真的是 是对你有好处的 神会不给你吗 如果您爱主 而在你的生命中 你不需要经过婚姻的苦难 为什么又要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呢 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 婚姻是与我们有益的 一个人对了 在神的旨意中 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各样的事 都是与我们有益的 但是弟兄姊妹 与我们有益的事 不一定是我们一定需要的事 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经过一场 出生入死的癌症以后 真是变得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丰富 可是弟兄姊妹 我劝你 不要跟主求这样的苦难 与我们有益的 不见得是必须的 如果主有恩典 我们不经过这些苦难 也能够有那样子的丰富 也能够有那样子的美丽 岂不是更有福气的人吗 神造人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 我们每个人里面 都有一个极大的空虚 我们需要爱 我们也需要被爱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需要 只有主耶稣可以满足我们 地上的人 没有办法真正的爱我们 地上的人 也没有办法 让我们可以一直的去爱他 如果不是神的爱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 不能满足的空虚 地上的爱会变得 人的爱是有条件的 并且常常是很无情的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婚姻 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实实在在地需要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看清楚这个真理 神说亚当那个人独居不好 所以男人不完全 需要借着婚姻 被成全 所以呢 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神要为男人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这里告诉我们说 婚姻是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神没有说我要造一堆配偶 来帮助他 神造一个 婚姻是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因为将来进到永恒的时候 没有婚姻了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神没有造另外一个男人 来帮助亚当 神是造一个女人 来帮助亚当 所以神和神心意的婚姻 就是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神造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这一节圣经 在教会的历史上 真不知道惹来多少的误会和麻烦 有一本书 在一般的基督教书房里面 不是很容易买得到 但是可以去订的 这本书叫做 Equal Yet Different 中文有翻译 中文翻译本叫做 平等里有差别 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 他很清楚地从创世纪 一直到启示录里面 把全本圣经 讲到男女关系的地方 他都把那些经文列出来 然后他很清楚地 给我们解释 在神的创造里面 男人跟女人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说有的地位是如何 我们如果对这个事情 没有清楚地认识 常常这一节圣经 会给我们一个错觉 我们会认为上帝不公平 上帝造人 女人是二等公民 神造一个女人 就是去帮男人的 做助手而已 但是弟兄姊妹 你如果真的像 平等中有差别的作者 花一点时间 把全本圣经 对着男女关系的经文 找出来 好好地看一遍 你就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的神 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神 在他奇妙的设计里面 男人跟女人 是完全平等的 但是男人跟女人 却扮演着一个 完全不同的角色 它是有差别的 神没有叫女人做男人 神也没有叫男人做女人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知道 女人不是二等公民 其实你如果稍微 懂一点圣经的话 你就知道一件事 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里面 在整个人类的 古老的著作里面 圣经是唯一的一本书 强调女人的权利 在世界所有的文化里面 女人真的都不是人 连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 他都说 为女子与小人为男养也 性别歧视 圣经里面没有 创世纪这一节的圣经 他准确在原文中 所要表达的意思 乃是说 神看那个人独居不好 所以他要造一个 配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造一个跟他相匹配的 造一个一点都不次于他的 造一个可以补足他生命中 缺陷的 这个叫配偶 然后来帮助他 那个帮助这个字 那更有意思了 帮助这个字 他原来的意思 是指着一个聪明的人 去帮助一个笨的人 是指着一个能干的人 去帮助一个能力比较差的人 其实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 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这一节圣经 要让每一个弟兄 很谦卑的在神面前 承认一件事 在神的创造里面 某一些方面 女人要比男人强得多 这是神的创造 如果我们读创世纪 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知道 在神的创造里面 越后面造的越好 那在神的创造里面 最后造的是女人 所以想当然而 女人是要比男人高明一点 其实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 神造万物 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 唯一的例外 是女人比男人漂亮 所以在神的创造里面 女人有她非常独特的地位 神赐给女人 很多方面的特长 是男人无法相比的 这是为什么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从主耶稣定十字架开始 在十字架的下面 女人就比男人多 这是为什么 在历史历代的教会里面 爱主的姐妹 绝对超过爱主的弟兄 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 神给了女人 一份很特别的恩典 所以 神才会托付女人 一个极为困难的使命 要他们帮助 那一个自大 帮助 那个不怎么好的 第一个受造的男人 我讲的不好 不是说他不好 我讲的不好 是指的不够完全 所以我们做弟兄的 在神的面前 绝对不可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女人是二等公民 我们必须看到 在全本的圣经里面 神是非常的尊重女性 在全本的圣经里面 神的心意里面 神是要叫男人 来学习 怎么代表 父神的自己 而神是要叫女人来学习 怎么样预表 教会 来帮助 成全 基督在永恒里面 所要做成的大事业 所以 神看那人 独具不好 神要为他 造一个配偶 造了这个配偶呢 是能够与他相匹配的 造的这个配偶 是各方各面 都不差于他的 而且 还要在某一些方面 超越他 以至于有能力 有智慧 来帮助 他的现实 一个最聪明的妻子 不是一个让他丈夫觉得他很 这个丈夫自己很笨 这种妻子不聪明 一个最聪明的妻子 是让那个笨的丈夫以为自己很聪明 这个妻子很成功 因为神造你的时候 你确实 有着一份 是弟兄没有的 神 为人 造一个配偶 那请注意 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 神为女人 造一个男人 所以做姊妹的 你不要在那里祷告 求神给你造一个男人 神从来就没有这个计划 神是要造你 如果你是为着一个男人 你要感谢神 神造你 如果是单单为着主耶稣 你更要感谢神 女人 是神创造的奇迹 女人是神创造的最高峰 是最美丽 最奇妙的创造 而神就用女人 来代表教会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但愿 这一些话 在我们的里面 有更深的开启 好让我们认识 尊重 你创造的次序和原则 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得以真正希望 教出我们 我难以由醒 凡你道路 因为 Pew Pew Pewvär 耶和华的演义帝